嗨,大家好,今天分享的是鼻烟湖 在世界上中国术有鼻烟湖之乡的春雨 其中鼻烟湖以其精巧卓越的类化制作艺术 被称为集文化艺术与一生的针绣艺术品 类化湖和鼻烟湖是同一种器名 只是称呼不同 类化鼻烟湖是传统工艺 始于明朝圣与清代 类化鼻烟湖出现于嘉庆墨连道观初期 它是用特制的微小沟 微小沟画笔在透明的湖内绘制而成的 最初的类化是鼻烟湖 是类壁没有磨砂的透明玻璃 因为类壁光滑 不易附着墨盒颜色 只能画一些简单的画面和图案 比如说动物 白菜 简单的山水 冷物 后来艺人用铁砂和金干砂加水在鼻烟湖的内面 来回磨 来回摇磨 这样使鼻烟湖类壁出现白色的磨砂玻璃 细利而不光滑 容易附着墨色 效果像宣子 后来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精细的作品 再后来发展为书画并茂的艺术精品 鼻烟湖的架子不在于其用途 而在于其类化艺术 类化艺术流传至今为金亦如月师大流派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